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令20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灵符法事 道长微信 2088 2988 千百年来 许多人都相信龙的存在 不仅是史书上记载过有龙出现 历代著名的遗书都说龙的骨头可以入药 这是不是证明龙真的存在过呢 这个谜题困扰了人们几十个世纪 直到清朝的一天 一些农民在耕地时突然从地里挖出了大量骨片 这些骨片从形状上看既不像猪又不像马 比大象骨头还要大很多 于是就有人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龙骨 大胆的村民就把它熬来吃了 令人惊奇的是 药效竟然和遗书上的一模一样 难道这真的是龙骨 更奇怪的是 这块地里的龙骨怎么挖都挖不完 就像是从地里长出来似的 每天都有收成 于是村民们都不种地了 每天挖骨头 卖给了各大药铺 没想到 这味药竟然特别受欢迎 还越卖越贵 但这骨头究竟是什么东西 人们依然想不出答案 到了1899年 一个清朝大臣也去买了龙骨这种药材 偶然间发现一块龙骨没有刮干净 上面竟然有一些符号 看起来像是神秘文字 消息已经传出 大家纷纷来研究龙骨 最后才发现 这原来就是甲骨文 后来经过50多年的挖掘 专家竟然挖出了1.5万片带字的甲骨 他的发现轰动全世界 被评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首 甲骨文这么珍贵的史料 居然被清朝的老祖国们当药材给吃掉了 真是让人无语呀 更多精彩 搜索看见